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1年11月6日 全北汽车三分代定落代 周六傍晚 韩直连迎来榜首大战 届时全北汽车将坐镇主场迎战卫山现代 全北汽车境况稳定 正处于八轮联赛不败之中 上仗更是录得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以4比0的比分大胜水源三星 再加上京杖主场作战 全北汽车建置三分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本赛季韩直连已经来到季后赛阶段 目前34轮战罢 全北汽车和卫山现代同计67分 只不过因联赛总入球数更多 继而力压对方排在榜首位置 可见本场比赛对两队而言都不容有失 而本场比赛的战果 也将极大程度影响本赛季韩直连冠军的归属 自9月初0比1不敌普向制铁以来 全北汽车就开启了一波极其强势的抢分势头 过去八轮联赛 他们斩获6胜2合的不败战绩 且期间火力全开 共攻入16球之多 军场入球数高达2球 可见全北汽车的火力有多么强劲 两名外援古斯泰和轩利基和一组森高的优异发挥 是球队近期乃至整个赛季取得优异战绩的原因 两人各自贡献14个联赛入球 是全北汽车的并列头号射手 而在联赛神射手榜中也占据着前列位置 并且依然具备冲击金靴的机会 再加上球队金铺主场作战 面对近期整体表现一般的卫山现代 全北汽车是要全取3分 其实卫山现代过去这段日子联赛的表现 和全北汽车相比差距不算太大 然而在别的赛场上糟糕的表现 必定会影响球队的心态 此前联赛对阵积分榜下游的城南FC 当人们以为3分稳稳到手的情况下 却最终以1比2的比分落败 而且攻入制胜球的还是本队球员金泰换乌龙球 此后南韩族总背对阵全南天龙 卫山现代又再一次落败 尽管卡萨舒维尼在第80分钟为球队扳回一城 但为时已晚 以1比2告负 直到上仗对阵水源FC 卫山现代才稍微找回状态 不过取胜过程十分惊险 在开局前14分钟就已经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手追至2比2 直到最后才凭建立东炯的破门杀死比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卫山现代过去6次联赛做客全北汽车输足4次 只得以圣意和四负的战绩 有鉴于 此 卫山现代金账还是不宜高估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